昨天知否迎来了收官之作 唯明蓝汉二熟的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知否落下帷幕 是不是有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很失落 毕竟之后不知要追什么剧了 今天是情人节 也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期待已久的东宫终于定档了 而且播出时间就是今晚 这部电视剧之前就说要播 可惜临时改了档 以为要无限延期 结果今日官宣定档了 看过原著的朋友应该知道东宫这个IP 算是古代言情小说的一个标志 堪称经典 在很久之前就一直说要拍成电视剧 直到去年才有消息 而之前有一些网友 也剪辑过片段 在我的印象中有一版刘诗诗汉胡歌 个人觉得很经典 东宫讲述的是西州国的小枫 与离朝皇子李承鄞的故事 整个故事看下来就一个自虐 虐到什么程度 两人相爱 却因身份等种种原因 两人双双跳望穿 望了彼此 关键是两人相忘了后 女主又以和亲公主的身借给了男主 于是两人不济的对方后开始了护虐 最终他们还是爱上了对方 想起来后 结局也是非常的悲惨 不知最后电视剧会改编成什么样 但希望不要改动太大 因为原著真的相当经典 而男女主也可以说是新人 希望这部剧不会让大家失望 但看画风和预告还是觉得不错的 感谢观看